好 现在我们来是我们来实现一个函数 然后呢 功能和这个是去嫩一样的 好 这个名字叫做买 是去呢 可以吗 对 我们就在这一个要接着啊 你在这里面 你你就测他一个假装 我就测他一个字符创大小 我要一个宿主吧 我现在没学指针 那我就来一个宿主 st 那就 st 啊 这边呢 你的方块可以不写了 这行仓对方可以不写了 好 接着我们就这样啊 这里面可以不写啊 因为你等会要接了 那我们就实现这么一个函数功能 那我要的返回值应该是返回有多长吗 就测你字符创有多长的一个函数吗 好 我们来看一眼啊 我们来一个 0啊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一个定义和声明的区别 声明和定义的区别 点C 通过这一个来学习啊 然后下面来一个 这一个 我先退出来 好 我们现在来实现一个测长度的 我跟你说啊 我是要你写一个函数来测长度 你千万不要这么来给我整一个这一个 怎么写啊 试去点去 我不是要测长度吗 我不是要测长度吗 my st 啊 呃 有些人呢 写 他挺会 挺会弄啊 怎么怎么弄啊 直接给我返回一个 试去呢 所以我要你写干嘛 你干嘛不直接掉 我不是要这个目的 对了 这有什么用啊 所以啊 这个给我删了 不用库函数 看到 我不用库函数了啊 那接着怎么来弄呢 接着你不是来了一个这一个吧 他内部实现了 你会来一个后面都类似的 首先呢 他做了一个操作就在于你定一个i等于0 然后接着他就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来比较 那看着怎么来比较呢 well 这边str的第一个字符 如果不等于这个结束符 然后接着你就开始来一个i++ 那接着后面你直接返回i 就这样啊 你看着 对啊 你以为有多复杂 好多东西你就包装你拷贝链接 他也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给你要拷贝的 那不实现啊 他就是宿主一个用法 那接着为什么有些人就问 老师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他能够知道他结束符 然后就在测到结束符之前呢 你现在知道了 假如说你有一个字符创 假如说我写的 你看着啊 我有个hello 你要明白后面是有个反斜杠0的 你最终把它传进来了 那第一次i等于0是这个字符 他会判断等不等于结束符 不等于加1了吧 那现在就变成1了吧 好 接着下一个是不是移到这个位置 接着我判断加1就移到1了吧 等不等于结束符 不等于了吧 又加1变成多少 2了吧 好 接着是不是2移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接着又等不等于结束符 不等于了吧 那接着是不是就变成3 3又移到这个位置了吧 要不停走走走走到这边 是不是结束符 结束符我就已经不进去退出来 那接着是不是 你测的长度是不是就不包括这结束符了 所以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接着那些拷贝也是一样的 那些所谓的拷贝什么东西也是 但是你会2个比较 我会把结束符之前的东西一个一个给你拷贝啊 类似的每一个 今天晚上的注意啊 拷贝那个 是的 好 接着这个整完了之后呢 现在就是这么 这是我们以前这么来写了 好 接着现在看这里有这么一种情况 看着啊 结论 我现在说一下啊 首先一个还是比较通俗一点的术语啊 编译器很笨 对 他如果我就现在先先测一下能不能用啊 摆放号 那个 那等于摆放号 D好 你可以直接测一个字符查 买 这一个 哈喽 卖他啊 这测的测个不好测啊 测个1234 应该 0 123 4 5 6 7 8 9 然后接着看一下 反歇杠零啊 要测他不要觉得这个是不是反歇杠零 这个不是 这是字符啊 字符零不是反歇杠零 反歇杠零就反歇杠零 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那这样测一下是有10个字符 我看一下结果对不对啊 10对不对 好 现在别人家很笨是怎样呢 在 闷 函数 如果 掉用 掉用 其他 函数 他 只会 往前 找 函数 的 定义 什么意思呢 如果 你这一个掉了这个函数 他很笨 他只会往前面找 在前面找你函数 定义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看着啊 如果 找不到 函数 的定义 然后接着有个什么情况的呢 我们呢 C 编译器 会 有警告 好 然后 C 加加 编译器 请叫C加加 会错误 出错 等会再来验证这个啊 好 这个时常前面验证过 就说如果找不到 就会找函数升连 然后接着上面一个地方 要注意一个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定义 真的是没有定义 你直接掉用 掉用一个不存在的函数 你觉得会对吗 会 报错 什么意思啊 你看着啊 你在这边有些人就写的不写 把这个东西你直接掉 接着我来编译一下 好 接着现在他来整的这一个东西 你现在来收到这里 你感觉是现在这边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 你看到这边有个叫啥 L了没 看到了吗 所以在这里面要注意 好 现在来一个操作就在约 在这 如果我们所谓的 我的定义 放在什么地方了 对了 曼函数后面 现在有什么情况了 首先看着边缘器很笨 在面函数掉用其他函数了 他只会往前找 发现前面有没有 然后接着没有了 他就会找函数声明 但是如果没有声明 西洋家会有警告 西原 西边期有警告 西洋家会有什么出错了吧 这个验证过了吧 好 现在来一个操作就在于你现在在这里面呢 他只是一个警告 但是他不错 好 警告看到了吗 他有没有报错 没有 接着我可以来一个点斜杠 一点奥塔 我把这个一点奥塔删了 因为刚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好 接着来一个 GCC02 警告了吗 那接着有一点奥塔了吧 点斜杠一点奥塔 可以没问题了吗 然后接着 如果没找到 声明 西会出错 西洋家 西洋家会出错 西边期会有警告 同样代码 我就不再测了 你在西洋家地方就有问题了 所以在这里面 你怎么样他 所有边系都兼容了 声明 就相当于说在这里面呢 把这个东西 对 复制到前面 然后接着加个分号 那接着这样 这一个就是叫做声明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函数的声明 就相当于告诉编译器 呃 我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有定义的 以后只是放在别的地方 只是放在别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 就正常了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回到这 谢谢 02 是没有警告 在西洋家边期也不会有错啊 好 所以说现在来一个操作 在于什么时候需要声明呢 如果定义没 没有什么呢 没有放在 我们 函数的前面 那么 在 调用函数前 需要声明 好 接着 这边需要注意 声明 加不加 这个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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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tern 然后 text 是一样的效果 这有些人呢 会在声明的地方加一个 istern 这个关键字 但是实际上你加不加是等价的 你加不加是等价的 你看一眼 你加不加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接着不是说一声明呢 不是说一定要放外面 你放里面也可以的 你只要调用之前 你声明一下就OK了 不是说一定要放外面 你放这也是可以的 看到了吗 只要在用之前你声明一下 相当于说用之前你声明一下 那接着就OK了 所以在这里面你要注意 如果不声明就会有警告 要接着如果最终你没有定义 你直接调这个不存在函数会报错的一个地方 你现在知道什么地方要声明了吗 如果你的定义不是放在闷函数的前面 你就需要干嘛 声明 而声明不是说一定要放在某个位置 只要在什么地方声明就行了 调用了前面声明就OK了 然后接着下面有一点需要注意 一个函数只能定义 一次 然后可以声明多次 声明多次 这一个你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很容易忘 你声明了之后 你可以你在这外面你看着 我在声明 我可以声明N多次都没关系啊 但是你定义就不行 老这边有一个 好接着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声明多少次 好几次了吧 这也看一眼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接着还有一点 这一个也是一个 看着 一个是什么呢 声明的行差变量名 和定义的行差变量名 可以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 什么意思 你在这边 你是第一个社交 st啊 我在这边 你叫a啊 b啊 dog啊 cat啊 叫什么叫什么 一点都不影响 没问题 你看着 你看着 是不是每一个和他都不一样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嘛 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着啊 如果有一些东西 你看着啊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可以指声明 不定义函数 但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注意一个地方 在于你声明了 有些人就说 我声明一个函数 我现在声明一个 看着 分 接着 int的a int的b int的c 你看一眼 我现在是 声明就在于 你没有大括号 只有一个分号嘛 我现在声明完了 那接着你看一下 我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 没有 接着 编印有没有问题 但是要注意啊 如果 不定义函数 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函数 能不能掉 好 这是一个 接着还有一点 也是这么一点 在这边我写 直接写一个叫做 8 看到啊 我们 声明的 声明时 行差 变量 名 我只有说的是 行长变量名 不是宿主名啊 行长变量名 可以不写 什么意思啊 你声明的时候 你这个a 你可以不写了 你直接写个类型 类型 当然你要注意 当然你要注意 这一个 数组 这个比较特别 数组是指针 我们还没学指针 所以最终你发现 你这么来写 也是声明 你这个行长的 变量名 可以不写 但是你要注意啊 定义时 行差 变量 你一定要写 否则你变不过啊 好 就关于一个 所以在这个声明的时候 好几个 需要注意一些地方啊 好我们接着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声明和定义 结束啊 首先一个 什么需要声明 如果定义 放在 不分 应该这么说 如果定义不放在 漫堂数的前面 你需要干嘛 声明 就这个一个 然后接着要注意一个地方 在于可以定义 只能定义一次 但是可以声明 多次 还有一点 是什么的呢 你这个声明的 行长的名字 可以和那个 定义那个行长名字 可以不一样 如果行长名字 我也可以不写吧 对不对 是那样的情况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声明的时候很随意 有时候是比较随意的吧 是不是 所以在这 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在这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我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我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我需要注意一个地方